开车时,依照车头脚前有障碍物,我们最迟什么时候打轮不刮蹭呢? 新手开车时,总是判断不好我们车头脚也障碍物的纪念 尤其是坐在车内,右侧车头脚出现障碍物的时候 很多人掌握不好咱们的车距 不知道如何打轮才能避免咱们的这个车头脚刮蹭 无论车头脚出现在左侧还是出现在右侧 我们都不知道最佳的打轮时机 什么时候打轮才能避免我们的车头脚刮蹭呢? 明明我们在车外,我们的车头和前方障碍物的距离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坐在车内,现在经常感觉我们的这个车头要刮蹭到了 其实我们新手朋友也想车内准确判断 我们车头与障碍物的距离最迟什么时候打刮蹭 只要记住这个小技巧就够了 第一步,我们在距离车头前1米5的地方放一个障碍物 来,1米5,咱们记一下 然后我们上车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看到前方障碍物的高度 建议放的时候,咱们的这个障碍物尽量高一点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座子看出去是能看到引擎盖 我的车头盖住了前方障碍物的这个红色差一点点 那么我们量一下咱们这个障碍物的高度 咱们可以看一下,此时的距离是70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开车时一到前方有障碍物时 只要不超过70,那么我们的车头都不会挖进到前方障碍物 我来给大家试验一下 如果前方有一个障碍物出现在我们最左侧的车头角 我们要完整避让开,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对不对,当引擎盖,盖住前方障碍物70的高度的时候 来,也就是这个距离 70啊,也就是大概保险杠的位置 或者是车轮鼓的位置 这个时候啊,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我们的右侧车头角就不会刮蹭到咱们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障碍物 那么我们一到前方的障碍物出现在我们的右侧车头角 那么也是一样的 只要当我们引擎盖,盖住前方障碍物高度70以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往右打死方向吧 此时啊,我们左侧车头角也不会刮蹭到前方车辆 那如果我们开车一到的是像前面这种单一的树 那么只要是障碍物也是一样的 哪怕它出现在我们的最左侧车头角 我们要完美,必然开右侧车头角 那么也是往前开 盖住这颗树高度70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吧 这样啊,我们的右侧车头角也是不会刮蹭到前方的这个障碍物的 那么如果我们离前面的车离得太近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把车子往后退 当我们在车内能看到前面车辆保险杠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打方向盘 往前开 这样啊,我们的车头角也不会刮蹭到旁边的车辆 那如果是倒车时,我们车身一侧有战热物 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战热物的距离大一一秒 那么我们上车后可以沿地打死方向盘 往后退 这时候啊,我们的车头角是不会刮蹭到旁边障碍物的 那么我们记住这一个技巧以后 我们如果来开车 遇到这种左面有车,前面有车的这种窄路车位 我们需要进咱们的这一个车位时 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车子一折往前开 开到我们的这个引擎盖 盖住前方车辆高度70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往左打死方向吧 这样我们的右侧车头角不会刮蹭到咱们的这个前方的这个车辆 我们也是最大程度的把车开过来